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Tony Choi 今天是3月2日,2020年 Ammulet Check 今天我是在 隆坡恩 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師傅 Kuba Wat My Hong 哦,原來這個師傅吼,他的廟啊 在那個一個地方叫Pai Pai是泰國的一個地方 呃.... 接近緬甸 啊.... After Chiang Rai 清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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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邁 After清邁 哦,很遠哦! 因為昨天有一個佛派友,他有報告說他去到那邊嘛 所以,哇,我看他去到那邊我就快快跟他講咯 誒,你那邊有什麼好料啊 可以拿到啊,師傅的東西啊 是 好料的東西他講是沒有什麼了啦 只是看到有一個自身排 有520種草藥製作而成的師傅 Kuba Wat My Hong的 這個是他的別號啊,不是師傅真正的名字來的啊 是,是他的別號啊 so,我有拜託他幫我拿回來了 so,也非常感謝這位佛派友幫忙我 拿一粒很珍貴的佛派回來 謝謝你,謝謝 so,今天這個直播呢,就是要講 Mr.Mark Mark Mr.Mark Mark Lee Mark Lee的佛派友 他昨天他有 他有是怎樣啦 他昨天他有跟我,他有 就是reject我啦 然後他有reject我 這個是新的朋友來的 他有看到,應該是有人share我的youtube so,他有看到啦 so,他昨天的時候他有reject我 他有跟我講說 他曾經就是 他有跟泰國那邊 供請佛派 因為現在 Facebook啊,全部啊 有很多泰國人也是在賣派 so,他說呢,他之前呢 他都不時啦,有跟泰國人買牌的 然後 一路以來啦,都ok沒有問題的 然後過後呢 他最近呢,就中了一單咯 就是 那個佛派其實 要差不多 超過一千塊的佛派啦 ok 應該是這樣講才對啦 他有買幾樽全部加起來 價格是超過一千的 so 這個泰國仔咧 他也是很小心的人啦 他也是有跟他講話了 了解他一段時間了過後 才跟他買牌 so 他跟他買了過後 照片看了全部 ok 他很 他很開心 他很 就是滿意 然後他就跟他 這個 Mr.Mark就跟他這個泰國仔 買牌咯 把錢轉過去咯 so 轉過去的時候 開始就出問題了 問題在那裡的第一,他拖他 他沒有說當天或者是第二天就急 他拖到他 應該是五天過後才急 他給很多理由 那個時候咧 Mr.Mark 他也是說 因為他之前呢 他們也是了解過一段時間嘛 so有講話有問東西 然後他覺得這個人也是很不錯嘛 他們用簡單英文來講話啦 so他也不宜有他啦 因為他講他 誰誰誰生病 然後去探他 然後他從他那邊 又去到那邊很遠啊 什麼啦 Mr.Mark也是說ok啦 沒有問題啦 既然你要做東西你做啦 so after that 五天過後 拖多兩天 然後才急 好 急了過後哦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等差不多 他是講寄EMS啦 但是過後是原來是寄普通的 兩個多 收跟跟Mr.Mark收錢的時候 跟Mr.Mark收錢的時候 是收 Full amount 但是寄的時候是不是 寄EMS 是寄那種普通用 ok也不用緊啦 也是等兩個禮拜 等到了ok 恭喜他收到了 那收到他開起來咧 問題出現了咯 一粒是他要的咯 還有幾粒全部不是他要的 是貨不對版的 so 他就很生氣了嘛 他講為什麼會這樣的咧 然後他就 打回給那個泰國仔咯 跟他講咯 然後那個泰國仔又有很多很多理由跟他講 誒是啊你要的啊 不是你要的咩 在那邊 就是GIGA B啊 是什麼咯 so 過後 又鬧得很不愉快 又這樣又那樣 又我給你時間 Mr.Mark又給他時間 說我給你一個期限 你再不換的話 我就把你公開啦 什麼啦 然後過後的時候 然後鬧到鬧到最後 原來他打電話給我的 他昨天拆開我的時候 原來這個事情是已經 不是現在發生了 是應該是一兩年前的故事了咯 然後他最後他拖拖拖 拖到就是錢也沒有 排也沒有換 也沒有 全部沒有到完啦 就是錢不見了 so Mr.Mark是說豪彩啦 是 不多錢的 但對我來講也是很多錢的 所以 他說就算了買一個教訓 so 他問我咯 為什麼會講咯 為什麼啊 他們做牌的 應該是 應該是 有拜佛啊 然後佛教徒那裡可以這樣騙人 這很不好嘛 就是這樣 so Mr.Lee也是有問我說 其實要問我啦 其實我是怎樣 有沒有跟泰國那邊 就是拿牌 收牌 然後我是怎樣 去安排我的購物 我的購物 然後如果我有拿到這個牌 這個牌貨部隊版的話 然後 我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可以提示的東西就是說 第一就是你們的 銀行的交易 你要收好咯 我說當時你應該這樣做 我是提示的啦 我是說當時你應該這樣做啦 把你們的通訊記錄全部 記錄起來 然後 刷牌全部做到好好 然後就是 把你們的 談話記錄啊 交易紀錄 那個 Pay Banking Slip 全部交易 全部就是 弄好 然後 他是住那個區域的 就是說如果他是住在 Banggok的 你就去Banggok的 Police Station那邊 報報案咯 看看能不能 拿回你的損失咯 看警察有沒有做工咯 然後他就講說 哇這樣很難咯 因為他又要做工 又有家庭 然後 10時間為了 這個 千多塊的東西 要去到這麼遠 又要買飛機票什麼 得不上市咯 所以我就跟他講咯 這就是泰國人看準你的落點了 明白了沒有 就是因為他們看準你的落點 所以他們才敢吃你咯 就是這樣簡單咯 那我跟他講嘛 其實你在Facebook 你blog它是沒有用的 因為Facebook現在有很多功能 它可以不看你的東西啊 什麼啊 可以好像blog到你很多東西這樣 可以講一句咯 如果真正啊 你要跟泰國人買東西 你是要很小心很小心 要非常非常小心 明白嗎 因為我們賺錢也是叫學漢錢 你知道嗎 這個錢也不是天掉下來 然後我們是收佛牌 我們帶佛牌 是一個愛好 是一個信仰 對不對 是一個收藏 有些人是當佛牌是一個古玩 一個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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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一個可以值得收藏 可以值得收藏 一百年兩百年也不會壞的東西 我這樣講咧 我只可以說 要小心咯 然後你問我 我是怎樣儲蓋我的賠償 這很簡單咯 因為 我每次 我跟一個泰國人 收牌的時候 我會把那個泰國人的資料 他的IC 我不認識他的話 我會要求 他把我的 我把他的IC 電話什麼 我會把這個資料交給我在泰國的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所以由我那個朋友去打電話去問他 確認一下 當然我也是有給費用的 不是free of trust 因為泰國人全部他們是看錢的 你有朋友什麼也好 你也是看錢的 我跟你講 很現實 泰國人 跟華人 就是講錢了的 這是我的看法 會有exception 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這個朋友 可以講朋友 也可以講代理 我也是跟他合作了蠻長的 蠻久的一個時間 所以每次我有 我有要買什麼時候 無論這個泰國仔是在那裡都好啦 我在Facebook看到 我又會把他的IC 電話全部交給我這個泰國的朋友 代理啦 講代理都好了 代理 由他去確認這個人是真還是假 如果出事的話 就是這個代理他會幫我做工就對了 他怎樣做工我不知道 就是說他會幫我追錢 明白嗎 所以有沒有曾經試過 我有沒有試過貨部隊版 有 但是都是他幫我把這個東西弄美美 就是貨部隊版 本來我要A他給我B 然後他出去幫我做搞頂 B變回A 就是OK了 所以我每次我都會給他一點費用的 這是因為人家也是要車馬費 要去跑去找人啊什麼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會給他一個車馬費的 所以這個車馬費我給的也是值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安心我收的東西嘛對不對 我可以安心嘛 我可以給了錢過後 我可以睡覺 我根本不用去每天查那個 查查查什麼鬼 我安心我信安利德嘛 因為有問題我找他不能買 你明白嗎 就是他approved了 說這個人可以沒問題了 我才過账給對方 如果他不approved的話 我就沒有過账了 他說這個人有一點問題不要去 我就沒有了 所以每次我都會 請是請不到太遠了 我都會給他 我們有一個Mu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我會給他一個費用就對了 就是這樣咯 給少少,好過失去多多咯 這是我的辦法咯 我也是可以奉勸咯 如果大家以後咯 因為 根據Mark啦 他就是說 人也是貪小便宜的啦 我不是講你啊 每個人都貪小便宜的 沒有錯的 去超市也是大減價才買 blended的也是減50%才買 這個沒有錯的 就是說 有時候要小心咯 真的有時候啊 很多那種無良的牌商啊 他會把價錢弄得很低 來吸引人過來咯 真的咯 因為有時候 一個很出名的牌 蓋機航門的 就好像說一粒 iPhone一樣 iPhone 11 現在外面都賣2,900 然後他就開價1,900 所以你們看到不是爽咯 不是衝進去咯對不對 所以 這樣就會中強咯 所以真的真的要很小心啊 尤其是跟外國的泰國 泰國 你完完全全 你沒有100%的信任之下啦 你真的你不要出手啊 不然的話 就是好像Mr Lee這樣咯 Mr Lee到最後也是有跟我講咯 叫我講一講 Mr Lee 我講 講 有講了咯 就是說 奉勸大家要跟泰國人買牌 要非常小心咯 因為真的 他跑掉啊 你抓到不到的 不要講泰國啦 馬來西亞一個Binang這樣小就好咯 你今天一個人騙你他跑掉啊 你要抓他 他明明在Binang 他在躲著 你要找他也是很難的咯 對不對 要小心啦 什麼東西都要小心就對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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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咯 要小心咯 是不是 要很小心 ok嗎 然後 好啦 今天的直播就做到這裡啦 就是 Mr Lee Mr Mark 這個直播做了 希望能夠解答到你的疑問啦 好 好 所以喜歡我video的朋友可以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歡迎在我的video下方留言 或者叫我微信來大家一起交流啦 好嗎 謝謝大家 拜拜